我們現在只是大概的講一下 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的困 過去式 過去簡單式 過去簡單式的RIKE 的過去式就是HIDROCK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這個 它的簡單式HIDROCK HIDROCK 這邊就很容易 就是我寫一封信 就是我過去寫了一封信 當然這個是很簡單 應該寫你寫的封信給誰啊 就是你寫什麼什麼時候 這就可以加Yesterday 我昨天寫了一封信 I don't let this 是不是? 或Let's go 上禮拜 這個就不能加了 這要搞清楚 因為 這要完成是我已經做完了 這個不能加Yesterday 不能加什麼Let's go 不能加過去的時間 所以這個有時候要搞清楚一下 畢竟這個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 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 有時候我們也搞不大清楚 對不對? 但是外國人不會這樣講 外國人不會理會的話 他就覺得你很專業 因為這是一個門面 就像我們做驗商 圖片很重要 圖片差喔 他就覺得你不夠專業 圖片差 這個也一樣 這個英文有時候文法 你也會被人家消失 對不對? 所以這不能加Yesterday 我們在旁邊寫 現在完成實 現在完成實 不能用 不能加Yesterday 等等 過去的時間 等等 過去的時間 這比是我的重要 一家就很專業 是不是? 那你看人家寫來信 也知道 欸欸欸欸 你說I have a writing I have a writing a letter 這個人不專業 對不對? 這個人不專業 心裡呢 就把他打一個吉他 一樣到你 那 這個 過去進行式呢 過去你 I want writing I want writing I want writing a letter I want writing a letter 我過去 我過去某個時間 我就在寫好寫 這是可能Yesterday 我昨天這個時間 對不對? 比如說 昨天的這個 9點50分 我正在寫好寫 你問你昨天9點50分 你在幹嘛? 喔 I want writing a letter 對不對? 你說昨天你在幹嘛? 我正在怎麼樣 對不對? 比如說 昨天9點50分 你在幹嘛? 我正在 這個 喝一個飲料 吃早餐 類似的飲料 那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過去完成式 I want I want I want writing a letter 過去 我可能昨天 我已經寫完一封信 昨天這個時候你在幹嘛? 比如說 人家問你 昨天11點你在幹嘛? 我昨天10點在幹嘛 我已經吃完早餐了 我已經吃完早餐 我不是正在吃早餐 現在9點50分 正在吃早餐 等到10點吃完 吃完就算 因為我已經吃完早餐了 那問題 你昨天這個 這個時候你在幹嘛? 我已經寫完工序 我剛寫完工序 那這個什麼意思? 那這個也一樣 I want to be I want to be I want to be Right in 他是用這個 我寫工序 我已經知道 人家問你說 昨天這個時候你在幹嘛? 我正在 我最近這個時候 我正在寫工序 這什麼意思? 就是當下你寫 你之前也在寫 你知道嗎? 你之前 你在說 我正在吃早餐 比如說 昨天問你 昨天這個時候你在幹嘛? 我正在吃早餐 吃到9點50你不不不不 那時候我還在吃 那我昨天 如果到了 昨天我問你 昨天9點50你還在幹嘛? 我正在吃早餐 是不是 這個早餐 我從9點半開始吃 一直吃 我要吃到10點多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這種東西 我就用 我 我正在吃早餐 我昨天正在吃早餐 那這是 昨天的事情 說過去是 他說 昨天你在幹嘛? 這個時候 我正在寫工序 這東西我從昨天辦的那一小時 是這樣子 這是 過去的 簡單 進行完成 完成進行式 未來呢? 未來 我應該要寫 未來 我應該要寫工序 給他 我應該要寫工序 我可能跟你 明天 我應該要寫工序 類似一樣 那 進行式呢 我明天這個時候 人家問你明天這個時候 要幹嘛? 明天這個時候 我要寫工序 我明天 我應該要 這個時候我要寫工序 明天這個時候 我應該要寫工序 那時候我正在寫工序 正在寫工序 那完成式呢 完成式就是說 明天這個時候 我早把作業做完 我早把這個信寫完 我早把這個信寫完 對不對 明天這個時候 我早把這個信寫完 那 完成進行式呢 這個實在是複雜的事情 S 關鍵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未來的完成進行式 是未來的 明天 明天這個 這個時候你要幹嘛 你說 我明天我應該 已經 這個 正在寫工序 這個 如果說明天你要幹嘛 明天這個時候你要幹嘛 你說 我明天應該正在寫工序 這是 未來的 這個 未來完成進行式 你說明天這個時候 你在幹嘛 明天這個時候 我應該已經寫完一封信 是不是 那 接著人家問 明天這個時候 你在幹嘛 如果是未來完成式 就是說 我明天這個時候 應該 正在寫一封信 從過去一直寫 然後現在 是不是 這是當下 當下 那個時間 9點50 在寫的封信 9點50 在寫的封信 這種語意表示 我這封信從9點半開始寫 我一直寫 到了明天9點50 我還在寫的封信 這是這樣來看 這些語意呢 其實 這個 有時候 我們說靠Google翻譯 這是我最喜歡的 Google翻譯 那有時候我們 因為是商業文件 商業文件 商業文件 或商業書信 有時候是裡面 我們也希望 大家這個 除了 有Google幫助之外 還要有點素養 最重要這本書 不要隨便賣掉 買了就買了 放著 中午天會用不到 真的總共用不到 不會用不到 也起碼跟你的孩子說 你爸爸媽媽以前讀過書 是不是 讀過專業的書 是不是 這本書跟我們國貿十五一樣 都是一本 都算是 又工具又實用的 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後面也有很多 有很多例子 這個我們慢慢的 等一下 也是未來這幾堂課的 早上這個時光 我們可以來 好好的 好好的記住這些 那他後面有講掌握實態的四大要訣 用心記住十二個實態的形式 說句實在話 用心記住真的有困難性存在 對不對 那用心記住一些應用實態的規定 憑良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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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要斷練 必要使用邏輯推敲 這個用 利用一些中文字 抓住正確的實態 這個我剛剛 我追過語言 是不是 這是我最會的 有沒有 我們用一些應用之 來抓住這個 他的一個實態 是不是 那 這是這個 我們要熟悉的 那 他也提到 比如說我們現在先來講 講那麼多就是 我們把幾個試的記住 比如說現在簡單試 那課本的是7月 現在簡單試 現在簡單試呢 現在簡單試 他第一個是描述真實狀況 我們舉個例子 我剛剛講的 I M R I I I VM 我 這次描述一個 真實狀態 這是描述一個 這是真實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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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 我現在就是一個IBM的代表 We are one of us 這也是一樣 這也是一樣 這句話注意好 後面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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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彎 這句話有時候 你寫這個開發信的時候 我們公司是這個 之一嘛 之一吧 之一不理過 對不對 啊 這個 一個領導 後面加你常名稱 啊 因為加你常名稱 對不對 我們公司可能是 啊 他這邊特本是 bicycle 腳踏車 也可能是工具機 也可能是這個 啊 滾珠裸蓋 有各種不同的 反正 我們是 我們公司是 台灣的一個領導廠商 啊 有時候加過的也可以 啊 這個 啊 這個 亞洲也可以 有時候用過的也可以 但是這個世界上 不是一個領導瓶牌 我們台灣有很多世界 級的領導瓶牌啊 啊 有很多世界級的領導瓶牌 非常多 多到時候 我今天早上看幾年前的商業週刊 2016年的 啊 有時候訂的東西很晚才看 他還做車的 車的那個門把 你知道嗎 紅頭 那現在常在叫什麼做 不大家記得 車的門把 那也是一個 啊 世界領導瓶 還有車的水箱 之前看商業週刊 還是 金週刊 我講的 做水箱的 做車子水箱 我們也是 就是 領導瓶牌 車子我們 可能不會做這台車子 這種那個零件 像車跟地保的車燈啊 車子的水箱啊 門把啊 螺絲啊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世界領導瓶牌 這我們了解一下